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边Focus和这边Represso的选手的第二场比赛 在刚才那场比赛吧,觉得还是Focus自己有失误 不论前期,前期还是非常,我觉得打得非常好了 因为首先吧,是把这边大瓦斯怼得非常的残 就是这边大瓦斯虽然是有一个两级快到三 但他这边的状态是非常非常差 而且家中的话是没有这个商店 就是说大瓦斯的状态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复 而且他在这边就是从家中脱民兵来赶到自己家中Torash这边的话 也是想至少吧,他是有这个意识去打醒这边的野怪来阻挠这边脱民兵的速度 而且他确实是已经做到了 但是可能就是他觉得自己做到这一点过后 对方应该是会放弃这边Torash 但是你要知道这边这个火魔啊,他是没有后期的 不会选择去MF,然后好吧,在家中摆这个双臂牙 他就是靠这边一个非常强势的是这边的火魔塔,然后顶着Futman 并不出任何的二本兵直接过来Torash 而且他这边模仿已经摆下过后,并没有选择出这边的猎头,还有这边的科多 所以说打这个没,他好像根本就是没有去打这个没变好的塔 不停的去想杀这边的火魔 好吧,我觉得上场比赛Focus输了应该是他自己的一个失误 他前期打的是非常好,然后 对吧,然后就是在中期吧 就是打野怪,去网这边的Futman,还有冥冰也是做的非常到位 但是打到后面的话,可能还是一个自己战术选择的失误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地图的话,是这边的LR 然后呢,那选手是出生在了一个对点的方向 对点的话,对这边的人组来说还算是比较好的 对,因为这张图的话小也非常多,无论是这边的411,还是这边的3322 都是可以利用这边的冥冰双线MF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这个Represso,是第一个点是开了家门口的这边的411 打到一个米洁加三,没什么用 对 个人觉得练这个3322的,练322的性价比可能会高那么一些吧 因为等到夜晚的时候,是可以利用这边的冥冰去双线 练这边的411 这边也是一个失误吧,并没有第一时间拉回去 这边第一个Fullman是过去侦查,然后这边也是非常不吝啬 直接派两个水员,直接过来,直接过来去MF 这边这个Fullman是已经看到这边大计,表示心已经好了 对,看到这边大计,但是并没有看到这边的剑圣 对,好吧,这边已经是来迟了 这边应该是反不掉了吧,我们来看一下 大计刑要去补一下这个刀,我们来看 你想补刀我就摸你 是伸到一个两段,应该是没有补到的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水人的经验吧 好,水人 好吧,我也是没有注意啊,这个水人的422的经验应该是被拿下了 我想,我也记不清啊,我也记不清这个五级怪的经验到底是多少 对,好吧,好吧 反正是有一个小大计刑要去补这个水人的动作 然后大老师也是做出了这个反补的动作 至于这个经验啊,到底是没被补到 这就另说了,对,反正我也是没有看到 这边爱稳科技是已经摆下好吧 这边这个又是早早的放下这边的反补场 看一下会不会是 但是这边Focus 是迷失了这边大老师的方向 对,大计是在这个位置,也是没有看到 好吧,这边大老师倒三应该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悬念了 对,只要在练 TP都卖了 好吧 TP都卖了 看着应该又是一个火魔了 健身和大老师擦肩而过 跟到我们这边的这个水人还是可以射一下的 跳着水人吧 毕竟是经验啊 大老师的话还是没有到达两级大半 而且这边并没有从家中脱迷兵去双线去练这边的332 这边这个健身 好吧,是利用这个大计也是没有卡位啊 你不卡位的话这个健身还是要追一会 练家门口的这个411 这个行为我觉得还是不太推荐 但是 对吧 这个Footman也是 这边是干嘛的呀 这边也是没有看到 这边可能也是偷吧 就是这边那个大计已经是跟上这边大部队 就是知道这边可能就是不会再练了 所以说自己忙里偷闲 去偷了一个三级怪 打到一个 我夹住手套 这边好吧 我又听到了火魔召唤小伙人的声音 又是一本 又是一个火魔塔 为何 为何如此 钟情于火魔塔 这边这个节奏就是非常快了 对吧 这边这个节奏就不像上边 我们看到这边的顶动 Footman也是已经好了 上一盘 对,我现在也是想到了 为什么上一盘这个火魔塔的节奏非常慢 因为他前期的Footman 出了太多了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Footman 好,我们看到Footman也是非常硬 从中间买出了这边的熊猫 虽然买出了熊猫 但是你这个回复是一个大问题 虽然是可以 但是顶这个火魔塔的话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 好吧,又是一口火 这边这个农民我觉得是要全倒了 对 好,农民全倒 但是你这边两个大计 这两个大计表示可以接受 表示可以接受 这身上还 你这也不给猫哥添个药 高然太没气没意了吧 这边又是一票民兵 对,农民的话 表示还是可以死的 一个农民75块钱 又是在欠这个火魔 又是在欠这个火魔 健身的话也是被撒了出来 身上的话是买了这边的血瓶 这个火魔状态还是比较危险的 对,这个塔是并没有造好 好吧,这个火魔应该是要被追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火魔 大马师也是把这个 丝袜全都给了这个火魔 对,丝袜全都给了这个火魔 也是围住了这边这个光子 火魔的话也是耐操一下吧 对,因为火魔 别看他这么脆 也是一个敏捷型英雄 两个冥兵我觉得不太顶事 不太顶事 而且这边苦工的话 也是几乎全部都装上这边地洞 好吧,也是 这是否 应该是否的了吧 大地的话是被打得很惨 但是这边 农民 没有农民啊 对,你这个 富特曼虽然是非常凶 但是也会造成一个非常可怕的一点 就是把这个健身等级仰得太高了 对,这边健身我觉得可以买血瓶 不要和富特曼硬杠 好吧,也是一个非常极限疾问目 球魔的话是在单挑这个三级大法师 但是你别看你是一个 对吧,别看你是个力量型英雄 但是你要扣单挑的话 就不一定电话 这个球魔好吧 极限扣了一个血瓶 健身的话实际上也是扣了一个血瓶 这样的话 商店应该是刷不出更新鲜的血瓶了 但是好说歹说是 扛住了这边这个进攻嘛 对,扛住进攻就是好说 但这边我们看到这边这个资源也非常缺 强行摆下了这边的BBS 加重的话也是在敲这个双臂 这边我觉得Repressor还是有机会 对,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边这个BBS 它是非常的慢 而且你这边并没有第四口地弄 我们还是来关 我还是比较关心这边Focus到底会出什么 是会出这边的 先出这边的科多还是出这边的狼奇 好吧,对 这个时间点就是非常好了 知道你要摆BBS 然后再过来压一波 好吧,血龙 好在离家门口不远 但是你这边猫哥身上是有回复的 现在是升到一个三段 是在让猫哥考虑个经验 但是我们抓你一波 但是没什么用啊 我觉得打二本建筑才是王道 刚才如果直接去加弄的话 这个B应该是起不来的 火魔扯控值也是非常高啊 我们来看一下吧 对,火魔我之前也是和大家比较过了 475的血在上线 你也逛了700的血 都快到你两倍 这边两个女人也是已经赶到现场 直接给了一发减速 参与一下的福特曼也是直接拉了回来 对,有了顶部的福特曼的性价值是非常高的 它不像一个没有技能的福特曼 没有技能的福特曼可以让它死 当然这个顶部的福特曼能保 还是要保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法师也是已经在照应该又需要买三根迷你塔 TP子 对,在一本的时候就是已经卖了这边的TP 火魔 然后资源的话可能也是比较缺了 对 只是 只是买了两根迷你塔 好,第三个是在这边的大尔士生 然后又是从家中拖出了四个民兵 这边的我们来看到木头吧 木的资源还是非常缺的 我觉得有必要还是要补一下这边的农民 对,农民的话也是已经在补 这边的话我觉得也是人口也是只能够提到这么高了 这边又在抢签一个大尔士健身也是非常调皮 因为它是有这个资本的 毕竟是一个三级健身 两级进攻部是非常虚的 而且这边人族的话身上是并没有带这个粉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还是出的这边的狼奇 对吧,还是出这边狼奇 而且还是没有出这边猎头 好吧,你终于出猎头了 三根迷你塔一丢 直接开变 圣塔的话还是有必要的 我觉得 因为这边毕竟是有一个猫哥 如果它经济好的话是可以买这个蓝瓶来喷的 好吧,还是没有喷这边的 还是没有喷 哦,不是,还没有喷,还是没有变这边的圣塔 我觉得这个吸棒也不是很好 对,有这个圣塔的话 无论是边的猫哥还是健身都是非常虚的 直接,并没有经验好吧 这边这个File只是有一个一段 一级 白牛的话驱散应该是没有好吧 好吧,驱散马上就要好 你这个三个交换屋的位置 我觉得一定要注意一些 但是白牛这个时候并没有mana 对,全都在套零物量了 并没有足够的mana来,好吧 并没有mana来,呃,放这个驱散 这边还是看这边的塔吧 对,塔起来了才能王道 部队打不过你,无所谓 只要塔起来就可以 火人的话也是已经在进行分裂了 好吧,两个箭短也进行起来 而且,好吧,并没有研究这边的城防 大街狼旗都是非常非常的残血 这边这一票部队已经是没有任何的输出了 这边风格就是实力慢 这个,哎呀,这边这个投射的位置也是太差了 我们来看一下出来过后 被这边的箭踏五轮骑射 五轮骑射你这边就是已经要爆了 大队一个火球能不能飘死 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好吧 对,不要深入,对,不要深入 但这边也是没有狼旗的 表着可以接受 这边只要被一个火人偷下去一发就可以了 这边这个建筑学大队是进不来的 大队发漏了是深了一个两段 Focus又是打出了这边的机器 我个人觉得还是这边Focus的问题吧 我来想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在第一波的时候 这边可能这边的Represso和上一把是调整了他的战术选择吧 他这边这个火魔塔这一波是来的非常快 而且把这边Focus打得非常伤 被迫的话是买了这边的熊猫来扛这边的火魔塔 熊猫打到后期的话 觉得这个兽人还是需要补给的 没有补给还是打不动 而且这边看到这边这个你发熊猫过后 第一波是摁不死你 把你打伤过后 在家中也是并没有执着 对,并没有执着于一波给你摁死 家中也是直接摆下这边的双臂 等到有两个女巫一个男巫的时候 又是发起了一波Torash 这边这个时间点的话 想扛我个人觉得也是扛不住 对,因为他这边 我个人觉得这个狼旗还是不要先出 出这边的科多性价比可能会高一些 好了,两边选择第二场比赛就做到这里 现在我还是去看这边的黄金联赛了 对,但是这个录像应该是没有的 好了,今天的比赛就给大家更应到这里 谢谢大家了